他那个时候 他其实已经在搜容所 好像已经至少待在半个月还一个月 可是搜容所根本没有把他治疗跟处理 这只从搜容所救援回来的猫咪 后早两只都因为伤众截肢 但仍然很亲人会撒娇 桃园有一群长期默默救援浪漫的 新屋猫舍义工团 基本都是救援搜容所内的猫咪 义工表示如果他们没有走进去 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就很难被看到 其实大家可能把搜容所想太好了 我以为猫咪去那边他就有人照顾衣食无忧 然后不用担心而且可能有兽医 搜容所的确是有兽医 可是他们还是一个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 然后也没有什么器材也没有设备 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有兽医就有办法处理的 然后而且他们那边没有医疗资源 那猫可能就只是放在那边等死 然后但是他猫关在那里民众看不到 不会有人知道那边有一群受伤的猫 需要就是医疗救治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去救出这样子的猫咪 协会最初其实只是单纯的去收容所当义工协助 照顾跟送养 但收容所对浪浪的态度让人诟弊 之后才自己跳出来成立协会 应该是观念的落后吧 还有就是政府机关对于这个饲养动物 然后有没有尽到把关救责落实的部分 就是做得不够好 然后桃园收容所这里就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那边的公务人员 新屋收容所那边就是标准的公务员心态比较满寒 像我们今天去接猫 然后发现一些猫咪 然后我们想接出来一起救助 然后他会觉得说我手续还没有办好麻烦 你们等我办好一直来接 可是如果猫咪状况很差呢 可能我们下雨一半去他就已经死掉了 就是这种状况很多 协会指出收容所的收容量一直都不够 在林安乐通过后更是严重 早期救援的猫都是靠志工家脊柱 但能量有限 最后才成立猫舍 早期就是把动物放在各个义工家里 然后可能这样每个义工 这个义工可以收个三只 那个义工可以收个五只 然后这样收量不多 然后而且就是送养的速度也会很慢 所以后来我们才成立这个中心 然后107年到现在前一两年就是 因为才刚经营嘛 大家比较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就因为毕竟已经经营了三四年了 107年中到现在 所以就是说当你这个定点一直持续常态性的开放 他参观人潮就会很多 就是知名度说到实话也比较高 义工团每年救援的浪猫数量年年攀升 去年又因为疫情影响一度占缓收养 导致猫舍大爆满 然而动物救援要花费的人力跟金钱成本相当高 几乎一年就要收掉上千万 107年108年 107年可能只就300多支 108年我记得好像是600多支 然后109 110年 109年就来到940支 去年来到将近1100支 所以就是那个医疗费的支出 是一直不断的在跳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品质 因为如果就是超过我们的能力复合 对所有动物都不是好事 所以才会导致于我们有很多事 如果猫咪受伤很严重 我们就是会帮他找到他的捐款人 我们才有办法 或是至少有一部分的捐款 我们才有办法安心的送他去医院 要不然的话 这只猫的医疗费都还没有付清 我们就要想办法再救其他猫咪 这样子并不是一个好的循环 协会的医工们 都是花费自己的空闲时间 全心投入动物救援 但这不是因为多有爱心 而是为了一份责任感 希望每一条保固的生命都能被重视 其实说老实话 能做的久跟做的长远 跟做这么多年的 大家绝对不是因为什么 我很有爱心 绝对不是 然后其实甚至听到有人说 你好有爱心 有时候甚至会生气 这其实不是一个爱心的问题 是一个算是一个责任行 对 你不要说这些猫跟你没关系 你有什么责任 可是其实这些猫会流浪受苦 其实是人类造成的 对而且它其实就是一个社会议题 只是我今天是恰巧刚好就是来当义工 然后就就是你看到这么多动物需要帮助 你就我就我个人是就这样做下去 虽然协会的义工们都很投入 但人力跟经费缺口一直是最大的难题 为了让猫咪能够找到温暖的家 协会对每一个任养人家庭都会做好完善的仿式跟面谈 希望大家能一起关怀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也欢迎有更多人一起投入救援行动 记者会订阅我的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